大家好,欢迎您每天听本书,今天要说的书是,你为什么而工作? 乍听之下这个问题好像并不值得问,我们都听过一个段子,而且很多人都感同身受,是这么说的。 能驱使一个成年人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清晨,全然不顾外面寒风凛冽,准时会被温暖被窝离开家门的,或许就只有贫穷了。 工作是为了钱,这是大实话,但是你有没有想过,正是这种只为钱的想法,把我们带进了一条死胡同,让我们在这条路上疲于奔命,不得安稳,永远只有被动招架,而无法从工作中获得应有的快乐呢。 听到这里你一定会说,得了吧,又要关我一碗工作是为了提升自我的鸡汤吗? 那我先声明,你错了,我们今天的话题格局要远远超过职场励志鸡汤文,可以说,你为什么而工作是一本颠覆我们认知常识的书,探讨的话题涉及了人性,涉及了资本主义的本质,涉及了社会学理应用最广泛的理论。 不管在职场中你是老板还是员工,在明白了为什么去工作这个本质性的问题之后,你会知道,应该怎么做才能把你提供给别人的工作变得更有吸引力,应该怎么做才能把别人交代你的工作做得更有成就感。 这本书的作者叫巴里·施瓦兹,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斯沃斯莫尔学院的心理学教授,长期从事社会行为学和心理学的研究,被认为是西方最有影响力的心理学家之一。 目前已经出版了十本著作,发表了上百篇专业论文,他之前的作品《选择的矛盾》被商业周刊福布斯杂志评为年度十大顶级商业图书。 而这本《你为什么而工作》一出,锤子科技创始人罗永浩,北大教授张以武,谷歌人力运营高级副总裁拉斯洛伯克,商业畅销书作家丹尼尔平克都对这本书推崇备至。 那么,这本书会告诉我们什么呢? 它会告诉我们,为什么你身边绝大部分的人都觉得工作是单调无聊,毫无意义,浪费生命的,很少能体会到工作的满足感呢? 为什么现代企业不喜欢带着使命感工作的员工? 为什么公司里面那些鼓舞士气的激励机制反而降低了员工的积极性? 只有了解了工作背后的深层原因,才能让我们设计出更好的工作环境,才能更有办法激励团队,也才能帮助自己找到工作的意义,真的拥有一份好工作。 好了,让我们从头说起。 一,工作是怎么变得讨厌的? 你身边有相当满意自己工作的人吗? 如果有,一定不多。 全球第一大调查咨询公司盖洛普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,就一直调查全球职场人士的工作状态。 他们用了20多年时间,访问了189个国家的2500万名员工。 总体结果是,只有13%的员工积极工作,干劲十足,不断推进公司发展。 63%的人对工作不太投入,懒懒散散。 还有剩下24%的更恐怖,完全是消极代工,对工作除了厌恶还是厌恶。 但你要问,世界上有对自己工作感到满意的人吗? 或许在那13%的塔尖里会有这样的人吧? 他们把工作当成了事业,工作起来的状态就像是在做填字游戏,既有挑战又自己能完成挑战,还能在挑战中磨练和提升,最终获得超出一般的成就感。 但是,我们更多的人讨厌工作,是因为我们没有那样的工作呀。 我们大部分人的工作本来就是僵化机械,没有发挥空间,有时候还伴随着突破心理防线和道德底线。 所以可以说,我们讨厌工作,讨厌得完全合法,完全有理,是工作本身该反省了。 好的,这正是施瓦茨教授的观点。 既然如此,我们来一次彻底的追根溯源,工作是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讨人厌的? 每个人难道不应该从工作上面获得创造性的快乐吗? 找来找去,我们找到了亚当·斯密,就是那位用看不见的手来比喻市场经济的经济学鼻祖。 他在他的传世剧著《国富论》里面写道,如果一个人从事某项繁重的工作,和他无所事事所获得的报酬是一样的话,那么他就会马马虎虎地应付,因为懒惰和图舒服是每个人的天性。 根据这样的人性,亚当·斯密主张把工作流程细化为简单、重复、没有实质意义的环节来进行。 他描述过一家大头针工厂的生产过程,一个人把金属丝拉长,一个人拉直,一个人切断,一个人削尖针头,一个人磨针尾。 十个工人一天可以生产四万八千枚大头针,如果不是分工写作,一个人走完全套流程,每个人连二十枚都完成不了。 每个人重复重复再重复,就像摩登时代里的卓别林那样,当然是枯燥的,但效率是上去了。 当时就有人问亚当·斯密,什么人愿意在你说的那种工厂里,做日复一日,简单重复的工作呢? 亚当·斯密回答说,人们当然不享受那儿的工作了,但是你让他们在其他地方工作,他们也不愿意啊。 言下之意是,人性是懒惰的,在哪儿工作,工作内容是什么,无关紧要,反正都是一百个不愿意。 如果有一件事能让他们上流水线,那就是工资。 其实亚当·斯密对人性的认识也不是这么简单粗暴,他把更复杂的思考写在了他的另一本书《道德情操论》里面。 但是很多后来的理论家实干家并不感兴趣,而是把他人性懒惰,报仇日上了一套发扬光大了。 200多年后的今天,我们已经看到,亚当·斯密的设计已经遍布市场经济制度下的所有行业, 不管是工艺生产行业,还是教育和文化行业,都开始切分流程,量化工作, 定期核算投入产出。 这个时候,大家都迈着沉重的步伐出门上班,因为除了物质报酬,你已经没有任何上班的理由了。 所有这一切的开端,其实只是来源于亚当·斯密对人类天性和人类动机的一个假设。 二,带着使命感工作,但雇主通常不允许。 这个假设有什么不好?我们说,假设人性懒惰,报仇至上,对员工对企业都不是最好的选择。 首先,我们来看它对员工的影响。 有研究人员针对各行各业的工作者做过一个访谈,我们现在就以一家医院的清洁工卢克为例,讲一个道理。 有一天,一个病人的父亲跟卢克大发脾气,说他没有打扫他儿子的病房,但其实卢克已经打扫过了,只不过当时这个父亲不在场。 卢克开始跟这个父亲争论,但是突然,他像是意识到什么一样,马上说,对不起,我会去打扫房间。 卢克为什么不拒理力争了呢?他事后跟访谈人员说,他一下子理解了这个父亲,他儿子已经在医院躺了六个月,他自己焦头烂额,精神紧张。 想到这些,卢克就不生气了,当着这个父亲的面,又把房间打扫了一遍。 再说卢克的同事,另一个清洁工,本来在推医院大堂的地,看到一个病人因为刚刚做完了大手术,在恢复性的锻炼上下楼梯,他马上就停下了手里的活。 因为怕刚脱完的地太滑。 还有一个他们的同事,每周都会给病房里换一幅画,给病人跳舞,给病人放脱口秀,逗他们开心。 我们就以这几个医院清洁工为例,来分析一下,员工想从工作中得到什么,而一般的企业管理层又是怎么看待这种行为的。 首先我们知道,医院对清洁工的岗位要求其实是标准化的,比如说,第一,打扫房间,清洁室内设备,第二,清洗便池下水道,第三,清洗脏衣服,铺床叠背换灯泡,第四,拖大厅和楼梯,等等等等不一而足。 其实并没有一向是关心和宽慰病人和家属,让他们心情愉快,但是卢克和他的同事就是会为病人病情好者而高兴,就是会鼓励病人和家属,想办法分散他们的疼痛和恐惧。 当病人和家属想要倾诉的时候,他们会倾听并且安慰他们,这些清洁工没有死板地完成岗位职责,其余一概不论,而是自发地重新定义了他们的工作日程, 把医院救死扶伤,缓解痛苦的宗旨,内化进了他们对工作的理解中。 这是什么道理?是因为在医院工作受到熏陶,道德品质自然而然高尚起来了吗? 不是这么简单的。研究人员调查了大量行业,特别是一般人认为是重复劳动的,没有什么发挥空间的,个人价值很少能够实现的那种行业,比如工厂工人,勤杂工,理发师等等。 发现他们中间,都有人能从工作中找到意义所在,而不是单纯的干活领钱。 这说明人们倾向于给自己的工作赋予意义,当人们把自己的工作视作有意义,甚至视为使命时,他做的就会超出工作和职业要求的范畴,工作就不再是一个养家糊口的饭碗,而变成了成就感、荣誉感和使命感的来源。 不过,这一切的前提是,工作本身能够给予多大的自由空间,让他们养成这样的高尚品质。 如果医院领导是亚当斯密的信徒,那一定会认为卢克的工作效率不高,因为如果他只执行岗位职责,明明可以在同样的时间里打扫更多的房间。 而且,卢克这样的人没法控制,因为他们会做超出职责的工作,管理人员就没法再对他进行有效管理。 正常人都知道,卢克这个员工是医院的财富,但是出于效率和管理的需要,经理人会打压自己企业中这种不循规蹈矩的人。 所以,施瓦茨教授说,你再也无法得到优秀的员工,这句话不对,应该是,只有你给人们提供的工作,既无聊又单调的时候, 你才会再也无法得到优秀的员工,而这就是我们现在大多数有热情,有拼劲的员工面临的困境。 三,物质刺激有用吗? 说完员工,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亚当斯密的假设对企业都有什么误导。 现代企业的管理核心就在于薪酬的管理,对达到了某项标准的员工进行薪酬加奖,对没能达标的员工进行薪酬惩罚。 当然了,按照亚当斯密的假设,员工要的无非是钱而已,所以嘉奖和惩罚都围绕一个钳字打转。 亚当斯密的原话是,做使员工努力工作,业绩出色,工作理念正确的唯一方法,就是为他们的出色表现付出高额报酬。 站在企业的角度,这听上去没什么不对,即使我们不认同这是唯一的方法,我们也会认为这是个不错的方法。 但是这个看似合理的逻辑居然是错的。 物质刺激不但不会让人强化想要好好工作的动力,反而会削弱它。 经济学家布鲁诺弗雷把这种现象叫做动机排挤。 这是为什么呢?我们来举几个例子。 以色列有一家幼儿园,每天有很多来接孩子的父母都会迟到,造成幼儿园没法按时关门,一再地推迟放学时间。 最后,幼儿园不得不出台了一项政策,谁要迟到就罚款。 规定一出,结果让幼儿园大跌眼镜,迟到的家长更多了。 这是什么原因? 简单地说,原因就在于,家长们把罚款当成了价格。 罚款是什么?罚款是对违规行为的处罚,而价格呢,是购买某项东西和服务的支出。 幼儿园的初衷当然是要对迟到行为进行惩戒,而家长们则把这笔罚款当成了幼儿园延长看护时间的服务费。 在罚款之前,家长会认为迟到是不对的,但实施罚款之后,家长们对迟到的道德评价的维度消失了,变成了直接了当的经济计算。 他们会考虑罚款的金额是不是划算,如果是,他们就会心安理得地迟到。 在这个案例里面,经济动机非但没有加强道德动机,反而削弱了道德动机。 还有一个实验,实验者在街上询问人们是不是愿意帮个忙,把一个沙发装到一辆面包车里边。 一些人有酬金,一些人没有。 有或没有,受访者会产生两种考虑方式。 没有酬金的情况下,受访人会把帮忙理解为一种社会行为。 帮别人一个忙,大多数人是乐意的,而有了酬金,这就变成了一个经济行为。 那就需要衡量酬金是不是给的合理。 如果受访人判定,酬金不值他们花费时间和劳力,他们就不会帮忙。 这个案例里面,大多数有酬金的受访人反而不愿意帮忙。 社会动机和经济动机也是互相削弱的。 所以,对于企业来说,激励机制有时候会变得很危险。 我们的企业要谨慎使用。 企业与其把人固定在各条流水线上,然后设计出复杂的讲诚条件。 还不如把公司设计的给员工更多的自主权,变化性,技能提升和成长的空间,让员工在工作中产生荣誉感,成就感。 因为没有那项激励机制可以替代,做正确的事是因为它本身是正确的事情,这种内在的动机。 四,错误观念是怎么改变现实的,自我实现的预言。 前面我们说过,所有这一切人们对工作的不满,其实只来源于亚当·斯密对人类天性的简单假设。 通过我们上面的例子说明,这个假设可能并不是改善我们生活的最佳路径。 但是,几百年来,企业家和员工为什么都没有发现这一点,反而对此坚信不疑呢? 这就是社会理论的特点了。 自然科学的定律随你人类怎么去发现和归纳,宇宙本身都不会改变运行方式。 而社会理论就不同了,一个观念被发明出来,不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,它都会对人们的行为产生深远的影响,并且让人们的行为照着这个观念的逻辑去演变,让这个理论变得愈发牢固。 社会学理论把这个现象叫自我实现的预言。 有一个教育领域的经典实验是这样的,研究人员在小学的教室里随机地指定一些学生,告诉老师说他们智力超群,未来非常有可能取得很好的学术成就。 当然都是瞎说啊,但是因为专家都发话了,他们的老师在有意无意中改变了对待这些学生的方式。 期末的时候,这些小学生真的表现就非常好。 还有一个例子,说有一个观点是,黑人员工不适合加入工会,因为他们生活标准低,什么低工资的活都愿意干,所以准是工人阶级中的叛徒。 结果在工人大罢工的时候,正是因为黑人不是工会成员,他们真的变成了填补工厂劳动力空缺的人选。 表面上看,黑人不适合加入工会的预言实现了,但仔细分析原因,我们就会发现,正是观念的力量倒置了因果,让预言实现。 这已经很好的说明了观念对行为的作用,只要人们愿意相信,哪怕是个错误的理论,它也可能变成真的。 其实,亚当斯密早就知道这个道理,看看他的原话。 将生命耗费在一些简单操作上的人,是没有机会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的,同时,由于他们所做的工作极其简单,根本不存在什么困难,所以也就根本不可能为了解决困难发明出什么来。 所以,他们也就自然地丧失了开发聪明才智的习惯,久而久之,他们就变成了人类可能的愚蠢而傲慢的样子。 这讲的可不就是自我实现的预言吗? 回到我们的主题,你能说人性就是贪图舒适安逸,只求金钱回报而不讲精神回报的吗? 错了,人类的天性是一项发明,而不是发现,是亚当斯密对人性进行了这样的发明。 五,人性需要重新定义 有一个故事,说的是一只蝎子想要过河,就找到一只青蛙请它驮自己过去。 青蛙不干,说你会遮我。 蝎子说,不会的,要是我遮你,我们俩都会淹死。 青蛙一听,有道理,答应了。 当它游到河中央时,青蛙感觉背上一阵剧痛,大声斥责。 蝎子,你为什么要遮我? 蝎子无奈地回答,我控制不了,这是我的天性啊。 说吧,它们渐渐地沉入河底。 这是我们以前理解的人性,是一成不变的,就像蝎子。 但是人类不是蝎子,天性没有那么简单。 刚才已经说了,人性很大程度出于人类自己的设计。 如果我们设计的工作环境能够体现出我们的价值,那么我们就能培育出看重工作价值,而不仅仅是物质回报的人性来。 如果我们设计的工作环境能让员工找到意义,那么我们就能培育出注重工作意义的人性来。 工业革命让人类脱离了贫困,人们的物质生活极大改善,这是人类文明最伟大的成就之一。 但是工业革命缓解了物质的贫瘠,代价却是精神上的贫瘠。 作者告诉我们,或许在经济发展的初期,这样的代价是必须的。 但是到了今天,如果还坚持这种牺牲精神富足来换取物质的行为,就太说不过去了。 我们每个人都要努力去创造一种值得我们追求的人性。 幸运的是,很多企业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,比如丰田汽车,比如谷歌。 管理学家杰弗里·普费福,长期研究公司怎么才能让自己的利润持续增长? 他发现如何造就一家好公司和如何造就一份好工作本质上是一样的。 那些高效率的公司都有以下特征。 一、提供完善的工作保障。 二、团队自我管理,分散决策权,给员工很高的自主权。 三、提供员工高于行业标准的薪酬,但不靠个人激励机制。 公司盈利时,所有员工都参与分成。 四、完善的培训体系。 五、评估职工的表现,但不过度评估。 六、把公司的目标和愿景融入公司的每一步实践里。 如果你是个老板,努力把你的公司打造成这样吧。 如果你是个员工,努力进入这样的公司吧。 好了,你为什么而工作的重点部分就讲完了,我们再来总结一下。 我们首先找到了工作为什么这么招人讨厌的源头,那就是经济学鼻祖亚当·斯密的人性懒惰、报仇至上的理论假设。 正是因为这个假设,人类进入了流水向化的生产,工作变得重复、机械、僵化,每个人的意义被降到了最低。 然后,我们分别从员工和企业两方面,论述了为什么亚当·斯密的假设有误导效果。 第一,对员工来说,他打压了热情和创造力,把人禁锢在表格核算里。 第二,对企业来说,管理的方式变得单一,只能从薪酬的奖程上管理。 然而,根据最近社会学的研究,这只会削弱员工想要好好工作的意愿。 接着,我们梳理了亚当·斯密的假设深入人心的原因,他通过自我实现的预言这个社会学现象塑造了我们的观念,让我们觉察不到它的弊端。 最后,幸运的是,有很多公司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,已经做出了改变,让我们重新定义人性,重新设计工作,把自己变成一个好员工,好老板。 感谢观看